好了,繼續我們人才習慣譜 Kip Sir,延伸繼續 剛剛的問題下去 Orientation 好了,他入職了幾個月,穩定了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做一些種子 而令到同事,例如 真的想升職,真的覺得這個行業 或者他拿獎,或者設一些目標在事業上 有時候我們太早一進來 跟他說那麼多話,他根本都未熟悉這個行業 其實他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甚至乎都不知道那些目標為他用來做什麼 是吧 但是什麼timing去破這些種子 而令到他 因為當他有目標,或者當他升職 他自然也會留得下 是 是吧 你的經驗是怎樣 我又倒轉 這個不是他入職的時候 而是跟著我們什麼時候問他 想不想那些行業打滾 是 如果你給我 是 就是應該interview的時候 已經做了 這件事 就是 interview 你就應該要 可以播出一些種子 就是 當然了,他因為想拿一份工 他什麼都說可以 是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記住這件事 就是 interview的時候要問他 是 其實為什麼會有 他喜歡這一行 是 當然他有多真實 就要靠你怎麼演進 是 因為說得出的話 你就拿著他這個故事 就在往後就跟著這個故事去走 去鋪下去 就是他可能說 是啊,我舉個例子就是當作 我想做保險這一行 你可能interview的人問他 為什麼他喜歡做這個 他原來喜歡 有自由度 又怎麼樣 做自己的生意 被動收入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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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一大爛餐 可能你真的要 remark 低他 記得他 又可以由第一天上班 就問他 你記不記得interview說 你問他 嗯 那你很想做到 譬如 生活自由 那樣 跟著你就要問他 他的目標 何為生活 就是我們所謂的 所謂的 以忠為此 你最終去到哪裡 你最初開頭 你就要幫他想 所以就不在中間去做 那你在每一個階段 都要幫他去 重新一次這個目標 嗯 其實是什麼 如果這個目標走歪了 跟公司合不來 你先就要馬上去收席 嗯 那他才會向著這裏想想 嗯 如果不是的話 他其實 聰明的話 其實特別聰明 聰明就說 嘿 我要達成這個目標 需要跟你 嗯嗯嗯嗯 我覺得外面都可以做這個目標 是是是是 甚至在這個行業裡頭 大家越認識 喂 你可能在公司做開 我旁邊的公司 我旁邊的公司 又有握手費 是是是是 是是 他不是差的 是差的才不會走 是 厲害的可能最快走 是 是 因為他去到那一陣子 已經不是叫做新人 是 在你這裏永遠都是叫做新人 嗯嗯 因為你永遠帶著他 嗯嗯 所以你一定要給一個 所謂的想像給他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他那個所謂的目標 和最終 可能 20年之後的目標 或者是一個終身事業 是什麼 嗯 嗯 你要將他的故事 慢慢在對前面的階段 要慢慢去實現出來 因為這個也是 就是我們在一個變革管理裡 經常都會說的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所謂small win 每次都有少少贏 少少贏 少少得盡 嗯 這樣就算了 其實在你的行業也是的 嗯 你做得好的話 我們去旅行 做得好 其實都是在做這件事情 是 不過那些已經是 全家公司的事情 是 如果你在你的小隊 你的團隊裡頭 你一樣的 你還是要同一個道理 咦 我有小成是什麼呢 嗯 小成就倒轉 因為沒理由叫你貼錢 打工給他 是 就是他的目標是沒有 嗯 所以你由 第一天第一天 就是要知道 他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你發覺那樣東西 將他拆散 下來 去到最後 每個階段 我們給他一個目標 嗯 就不是一般人的做法 通常就是每個階段 去幫他第一個目標 是 是 是 那這個目標達成之後 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有的要做大大 那我們應該倒反過來 就是你最終目標是什麼 然後在前面打散 那你就會有個時間性在那裡 就是你可能十年拿到 五年拿到 定點的樣子 那當你知道這個 以終為始最終目標是什麼 你前面會容易做 嗯 嗯 我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昨天我就是跟那個朋友吃飯 就是另一個朋友 就是什麼呢 就是 我介紹他去大學 教授上 真是麻煩你 我說為什麼 我說我 我終於明白這行是怎麼玩 講教書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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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他要做攀參加 我總之明白這行怎麼玩 我說 你明白什麼 其實 賺不到大錢 但不過不會餓死你 我說其實很多行都是這樣 不是 其他一些行業 他賺不到大錢不僅止 餓不餓死也有機會餓死你 然後我說這麼糟糕 是啊 是啊 我覺得這一行呢 是可以的 怎麼也不會餓死 是啊 怎麼也不會餓死 而且在裡面可以延伸一些東西出來 我說厲害了 你懂得如何在教育的產業上面 再發展一些東西出來 嗯 那我就不斷 經常都是跟他在那裡聊 哈哈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是 我不斷跟他聊 我說其實現在 國內有這些事情做 是 澳門有這些事情做 是 就是跟教育相關聯 是 然後他就 不斷在那裡延伸 是啊 其實我們又可以做一下這些 又可以做一下那些 好 不如我們就試一下 那 做一下這個先 那 那他就 講他不要聽一點 就是不斷在那裡荼毒著 在那個行業 是 而這個荼毒背後就是 每個階段他都有得著 嗯 那他就更加覺得一樣東西 原來我沒有走錯 嗯 我真的這樣做 嗯 那他就會 回頭還會留手在你的行業 是 就是現在外面 政府都是這樣的 培訓一些中學生 我們要生涯規劃 嗯 嗯 那你 大人就是事業規劃 嗯 那你就要告訴他 就是 啊原來這樣和這樣 一直這樣去 其實會怎麼樣 就是在你的行業裡頭 可能已經 就是某些行業 嗯 有些行業就是 好像你們保険界 啊我們是MDRT 什麼DOT COT 嗯 那你用這個系統 你譬如是紀律部隊的 你可能有警察 有督察 警司 有一個系統 你教師也是一樣的 你有中學老師 大學老師 那些高級行政人員 嗯 校長 那樣 那你要引辱給他們聽 你那條track其實怎樣 什麼時候去到哪裡 他不一定說一定要去到最高的 是 因為他自己有他的理想 是 他 我可能去到那個位子就行了 嗯 我們就把這個位子打散在前面 每個階段做什麼 嗯 他就會知道我每天上班其實 為什麼 是的 為什麼 原來真的在走那樣東西 嗯 就不是每天帶個肉體而沒有靈魂上班 是 新同事 你剛才提醒非常好 但是我們每一間公司裡面 都有很多資深同事 是嗎 好